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的最新讲话 他罕见地承认中国面临不少问题 并指出脱贫奇迹才三年 失业者事件频传 让人不禁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 接着我们将关注全球企业 如何准备应对川普的关税风暴 这将对国际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后我们将带您了解洛杉矶的万圣节活动 参与者化身政治人物 为在中国因参加庆祝活动而被捕的年轻人发声 展现了对自由的渴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要报报道 习近平最近的讲话中 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多重问题 尤其是在经济和就业方面 尽管自称脱贫奇迹已经三年 但失业者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显示出社会的不安 而在股市方面 国家对持有的A股市值激增近两兆 显示出市场的动荡与不确定性 此外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遭到质疑 65%的省份在前三季度的GDP未达标 全球企业也在为应对川普的关税风暴 而做好准备 未来前景愈加暗淡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中 洛杉矶的万圣节活动成为了中国年轻人抗议的舞台 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表达 对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 活动中 许多人装扮成习近平 胡锦涛等政治人物 重现了在上海被捕的年轻人场景 呼吁对中国年轻人自由表达的支持 现场气氛热烈 许多观众对参与者的勇气表示赞赏 活动不仅是庆祝节日 更是对中国专制政权的抗议与反思 今日华尔街分析了美国 在与中国年轻人关系中的软实力 逐渐减弱的现状 随着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 从曾经的崇拜转向了怀疑 文化吸引力正在下降 同时 本土品牌如华为和瑞幸咖啡的崛起 显示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品牌的冷淡态度 和对本土产品的认可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中美关系 也可能引发新的文化和政治冷战 预示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定位 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深刻美国 美中之间关于北韩派兵俄国的对话日益紧迫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遏制北韩与俄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北韩已向俄国派遣约8000名士兵进行军训 这一举动无疑增加了全球的紧张局势 布林肯还警告 若北韩军队参与对乌克兰的战斗 美国将与盟友紧密协商应对 这场对话不仅关乎当下的国际局势 也与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息息相关 选举结果可能会深刻影响对乌克兰及中东的政策 新周网 欧盟决定派员前往中国就电动车返补贴案进行磋商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透露 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进行了事项会谈 双方技术团队随即启动新一阶段的磋商 中方期待在务实和均衡的原则下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一磋商标志着中欧之间在贸易领域的进一步互动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电动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如何处理补贴问题将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 自今年6月以来 中国地方官员接连被杀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官方报道的案件已达7起 涉及不同层级的官员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引发了诸多讨论 从民众的极端反抗行为到社会心理的变化 似乎都在暗示着某种深层次的社会不满 专家们认为 这些杀官事件可能反映了民众对官僚体系的不满 与反抗模式的转变 值得中国当局认真反思并采取措施 来应对这一严峻的社会挑战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了澳门后任行政长官岑浩辉 并由总理李强颁发了他的任命令 习近平强调 陈浩辉的当选显示了澳门社会的支持和认同 并表示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 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方针 陈浩辉对此表示感谢 并承诺将全面落实这一政策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发展利益 展现出他对未来责任的深刻认识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广东省的调查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 揭示了该省多个城市成为公安异地执法的重灾区 2023年 仅广州就有近万家民营企业遭到跨省查封 执法行为多显现出趋利性 带有远洋捕捞式的特点 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 讨论地方财政危机 是否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以及各省自保反击 可能导致的司法保护主义问题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 于本月1日正式启航 三艘极地考察船将历时近7个月 预计明年5月返回 考察队由超过500人组成 主要负责科学考察 人员运输和后勤补给等任务 此次考察将重点关注南极秦岭车站的设施建设 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的影响 以及与国际的广泛合作 展现了中国在极地研究领域的积极参与 明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等六个部门近期修订了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旨在降低外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门槛 这次修订从五个方面进行调整 包括允许外国自然人进行战略投资 降低外资的资产要求 并新增要约收购的方式 具体来说 外资若不成为控股股东 实有资产的要求从5亿美元降至3000万美元 且持股比例的要求也从10%降至5% 这一政策将于12月2日正式实施 自2005年以来 外资已在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进行战略投资 中央社报道 欧盟与日本在东京签署了首份全方位的 安保际防卫伙伴协定 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且及时的举措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和日本外务大臣盐巫义共同宣布 双方将在军事演习 国防工业资讯交流及太空安全等方面展开合作 虽然波瑞尔未提及中国 但日本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挑战 这份协定的签署显示出欧盟与亚太国家 加强军事合作的意图 明镜的《想点就点》 节目探讨了美国军队如何为可能与中国爆发的大国战争做准备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 美军正在进行战略调整 模拟台湾防御并运用新战术 在一次演习中 864名美国陆军散兵从阿拉斯加起飞 最终只有492人成功抵达夏威夷 这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与现实 五角大楼的军事计划者们认识到 如何有效部署部队和利用新技术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关键 东方法日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于周五宣布 中国将自下周五起扩大免签国家范围 包括斯洛伐克、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安道尔、摩纳哥 列支敦士登及南韩在内的九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可在华庭留步超过15天而无需签证 此举旨旨在便利中外人员的往来 促进经商、旅游、探亲和过境等活动 直至2025年12月31日 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民众在自家草坪上架设支持候选人的标牌 导致不同政治立场的邻里关系紧张 甚至引发了拆除和树立标牌的拉锯战 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员贝斯霍夫 因支持川普而受到攻击 草坪标牌被频繁破坏 甚至有人威胁其妻子的美容院生意 调查显示 8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国内价值观存在严重分歧 反映出选民在堕胎权 移民等敏感议题上的立场 越来越两极化 新州网则关注朝鲜外长崔善基访问莫斯科 并承诺坚定支持俄罗斯 直至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崔善基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谈时 重申了两国的紧密联系 俄方对此表示感谢 同时 美国方面警告称 朝鲜可能派兵援助俄罗斯 并呼吁中国利用其影响力限制这一行为 韩国防长也表示 如果朝鲜军队进入战场 将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震惊 批评盟国的不作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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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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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